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酒菜 胡萝卜和黄瓜 调料是美式沙拉酱 黑胡椒 料酒 盐和鸡粉 以前我在北方的时候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够吃到春卷 对啊 但是到了福建以后我发现天天其实你想吃都可以吃春卷 我觉得吃春卷特别省事 因为春卷皮它本来就是粮食 对不对 里边包什么样的馅料就是菜 有粮食有菜 你可以不用做汤也可以喝水 就直接环保了 那今天的我们这里边的馅料呢 确实选择了三文鱼 为什么会选择三文鱼来做馅料 首先它是没有刺 我做这道菜其实灵感来有一次我就在外面吃 它是拿这个春卷皮包了这个小黄鱼去炸 那时候我去买 包小黄鱼 对 黄鱼它片成肉 然后卷起来放进去炸 当时我买不到小黄鱼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小黄鱼太多次了 我不爱 所以我就选了三文鱼 来 马上开始 我先用一个沙子 用这个美式沙拉酱 它是酸酸辣辣的 然后去腌制一下这三文鱼 给它一点味道 可以用那种芥末酱来腌它吗 可以啊 如果喜欢吃芥末的话 好 这种的沙拉酱 它的颜色会相对来说比较重 是 刚才就像你说的 口味是酸酸辣辣的 酸酸辣辣的 就是很开胃啊 炸完了以后呢 三文鱼就受热了吗 熟了 它就会熟了 对啊 然后它的这个鱼肉呢 就不是鲜红的 就已经变白了吧 对 变白了 那这个胡萝卜和青瓜 准备怎么处理 刨片 就拿这个打皮刀 然后让它刨一层长长的条 然后就把它 就跟这个其实是一样的 卷起来 对 是卷三文鱼吗 是卷三文鱼啊 然后一层黄瓜 一层胡萝卜 一层黄瓜 一层三文鱼 搅拌的差不多了 然后呢 这个小苏叶把手套戴上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刨片 先刨这个黄瓜 很复杂吗 不会很复杂 很简单 就把它的皮先刨掉 不要它的皮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子 等会我们是把它给 这样子卷起来的 然后我们先刨一点 备用着 那胡萝卜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同样的方法 这样子刨片 也是给它就是有一个切面 切面一个平的切面 然后你好借助它这个位置 那我们今天准备做多少个这个春卷 六七根吧 六七根 那这边呢 我开始把火打着 烧热油 油温是需要多少 油温五成热就烤了 五成 那现在你还有一个做的过程 我们就来中小火吧 好的 来烧热这个油温 差不多了吧 这个黄瓜条 可以的 我们一根里面放两根黄瓜条 那这种小青瓜 它很清新嘛 包进去它可以就解腻 就是因为炸的东西 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 对啊 去除它的这种油腻 是的 然后我们胡萝卜也是这样子的方法 用同样的方法 然后呢 就在一面 我觉得就是一面 然后呢 就把它给刮了 刮成一个横的这种 对 刚开始的时候 可以稍微用力一点 就是给它刮一个平整的面出来 现在其实就好像可以了 就可以了 对 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轻轻地烤 对 如果太厚的话 大家可以看 就是这样的这种条 然后呢 黄瓜呢 也是这样的这种条 对 宽度也差不多 跟我们三文鱼的宽度 也是一样的 放旁边 我们这边呢 再准备一点点的湿淀粉 当然 如果为了保险期间 还是用这个 如果不保险的话 你也不用担心 那我们就把它放在旁边 要封口 封口 怕它会跑 拿一个春卷皮 先把它展开 而且这种春卷皮啊 如果你热热地买回家的时候 一定要记着 一张一张给它分开了 是 然后呢 一张 落一张 否则它粘在一块 你很难撕开 对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先用一片红瓜 然后再用一片红瓜 再用一片黄瓜 黄瓜可以放两片 因为这样子会比较清新一点的 这时候夹一片三文鱼 选一片小一点的 点上去 然后把它卷回来 就这样子卷就好了 哦 麻花状 对 它就是一个圆形的 你放到这边来 就包起来 就是一个圆形的了 然后两边折回来 它不跑 它不会跑 因为它很薄嘛 这个胡萝卜 已经刨得很薄片了 其实你就是要用这个 胡萝卜片和黄瓜片 垫底儿 做一个托 是的 你看这边两边 就春卷皮刚好 碰到一起 这个长度就是一样的了 那等会儿我们每条包 就是要这样子对折的春卷皮 就能保持饱的 每条春卷都是一样的长度 哦 全部都给它裹进去 对 裹进去包起来 这个时候要用这个水淀粉酱 可以调稠一点 就这样子封 封口 春卷呢已经做好了 油温呢也已经差不多了 因为不能够特别热的油温 是 否则的话面上就直接焦了 对 我们这个底先下 靠近封口出现下 让它固定 对固定一下 小火 就这一面啊 大家可以看好了 一定是这个底先下 这个油温应该是刚刚好吧 可以 然后我们中小火炸它 就跟在家里炸春卷是一样的 先不要急于翻动它 等它的底部的部分啊 全部 定型了 凝固了 这个时候呢 等它慢慢的开始上浮 我们就可以开始呢 轻轻的推一下它 炸到这个两面金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三文鱼春卷捞出 你在家里炸春卷的时候呢 会不会把它捞完了以后 底下 控一下油 铺一个这个厨房用纸 一定要吸一下油 吸一下油 是想健康吗 对 因为你炸到金黄的那个时候 就是最关键的时候 它一定是油分的吸收的 饱饱的 是 有的时候呢 你不明真理的 然后呢 这个 咬一口 它其实就油出来了 还有里面的这个汁 都是油 喷出来 对 真的就会很 相对来说很腻 那等一会呢 我们也会准备厨房用纸 等它炸好了之后呢 给它吸一下油 这个春卷呢 我们要炸到两面金黄 之后给它控油 装盘 在这个时候呢 请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三文鱼春卷的制作过程 三文鱼春卷 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三文鱼 春卷皮 韭菜 胡萝卜和黄瓜 调料是 美式沙拉酱 黑胡椒 料酒 盐和鸡粉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做法 将备好的调料 加入到三文鱼中拌匀 腌制入味 黄瓜 胡萝卜去皮 再切成片备用 把黄瓜 胡萝卜片 三文鱼叠加卷起 用春卷皮 卷起包好 用水淀粉封口 热锅热油 春卷放入锅中 油炸酥脆 即可起锅 三文鱼中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能有效地降低血脂和血胆固醇 防止心血管疾病 此外 三文鱼还含有一种叫做虾青素的物质 是一种非常强力的抗氧化剂 今天我们给大家调制的这个是甜辣酱 是最容易能够买得着的 当然如果你喜欢别的赤辣酱的话 也可以 比如原味沙拉酱里边 调点柠檬汁 然后也是一样可以剪腻 如果你想吃这个番茄酱的话 也可以挤点番茄沙丝 所以这个酱料的部分 大家可以自由地选择 感觉自己的口味来调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会 我们今天教给大家做的这个三文鱼春卷 其实我觉得还挺简单的 你多练几次 熟能生巧 相信你也可以做出 非常美味可口的三文鱼春卷 谢谢小苏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再见 再见